大家好 早前有一家美國疫苗 叫Mondana 公佈了一個新聞稿 說它所做的 其實是一種全新的 我們叫做mRNA的疫苗 它做這隻疫苗 對付新冠狀病毒 已經完成了第一階段的研究 將會進入第二階段 而在研究結果方面 它就說相當令人鼓舞 即是說裡面打了針的人 有產生到抗抵 出了這段新聞之後 這間藥廠股價應聲彈起 就升了差不多30% 究竟這個報告裡面所說的結果 是不是真的這麼理想呢? 還有如果真的最終有一個疫苗出來 那我們應該怎樣選擇呢? 是不是應該第一時間先打了呢? 今天也會跟大家講一講 第一件事要講的 就是這間藥廠做的mRNA疫苗 這件事是從來都沒有過的 mRNA疫苗 其實一直都處於一個研究階段 不過呢 即是臨危壽命 突然間有這個新冠狀病毒出現之後 它就立刻把生產線 主力生產這個疫苗 至於mRNA疫苗是什麼呢? 我之前其實有拍片講過的 大家也可以看回我之前的片 如果我們用一些傳統的方法 培養病毒出來 然後令它失去感染能力 這些方法就需要很長的時間 很多時候呢 你打疫苗 流感針也知道 很多時候醫生問你 有沒有對雞蛋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用雞蛋來養病毒 這個意思呢 買雞蛋也要錢 所以呢 其實這個過程又漫長 又要貴 在一個這麼大的疫情中 這個方法當然有它不理想的地方 而mRNA疫苗 它有一個好處 它其實就完全不需要這些 它可以在實驗室裡面 就做這個mRNA的指令出來 所以呢 它很快就會經過Phase 1 就是經過第一階段 再進入第二階段 還有呢 它不需要說這些雞蛋 什麼垃圾東西 就不需要這麼長時間的話 價錢會低一些 以及很快可以量產 好了 那麼mRNA公司 這次呢 其實呢 大家要留意就是 它選擇透過傳媒 去發放這個訊息 如果嚴格來說 在醫學上科學上 我們要當它是一個 比較準確的資料 就一定要在權威的醫學期刊發表 因為權威的醫學期刊 就有一種我們叫做peer review 就是說 就不能夠任由你胡說 就是有些同行呢 就是要看著你有沒有做錯事 然後才可以發表出來的 就是很簡單說 如果我做了一個研究出來 說 我呢 就是全個香港最帥仔的那個 這樣 那麼呢 就如果我這樣亂說呢 那就 如果有一個醫學期刊 要登我這個研究的話呢 那麼那個研究的編輯呢 他也是專家 他呢 然後研究過之後 喂 不是你最帥仔 我比較帥仔 那麼他呢 就會強迫我一定要加回這句 啊 我可能是最帥仔的那個 不過呢 可能這個期刊的編輯更帥仔 這樣才可以出 這樣的意思 還有呢 大家非常詬病這個 所謂report呢 問題是在於呢 他呢 就不是很多數字的 而從僅有的數字來看呢 就似乎都 就是非常之 很多很多問號 就是專家都覺得 那麼簡單來說 譬如他做了45個人 這樣打了這個針 那麼他就說呢 所有的人呢 都有一種叫做 Binding Antibody 就是說 有抗體 不過呢 就叫Binding Antibody 就是Binding什麼意思呢 Binding的意思呢 就是說呢 我打了這個針之後呢 身體就會產生這個抗體 這個抗體呢 就會黏在那個病毒那裡 就會黏在那裡 就會黏在病毒那裡 就會黏在那裡 黏在那裡 那黏在那裡 可能黏在那裡 會黏在那裡 就黏在那裡 如果黏在那裡 就未必能夠 完全阻擋病毒去感染人的喔 那其實呢 他再標示一個數字呢 就說這45個人裡面 有8個 有8個呢 就有另外一樣東西 叫做 Nutralizing Antibody 就是說呢 這8個才是最關鍵 Nutralizing Antibody 就是說 打了針之後 產生那個抗體呢 它是可以黏到那個病毒 黏到很實 並且呢 就阻止它呢 就產生那個感染 從而對人體有傷害的 那就是說 45個裡面呢 有至少8個 就有這個Nutralizing Antibody 那你說那個數字 你覺得怎麼樣呢 還有還有一件事呢 就是說它沒有披露過呢 這8個會發展出一些 Nutralizing Antibody 就是說呢 真是有效能夠對抗病毒的抗體的人呢 究竟有什麼特別呢 大家都知道這個病毒呢 其實呢 年輕人相對影響沒有那麼大 年紀越大呢 風險越高 但是 如果我沒有告訴你 這8個人有這個 能夠真是有效產生這個 有用的抗體的人 那我其實呢 就不能夠判斷這個針藥 是不是真的很有效呢 如果假時間 它裡面 就是這個Nutralizing Antibody 就是真的有有用抗體的人 全部都是18至20歲的 那其他那些 那五六十歲那些呢 是完全沒有的 那如果對全球整體疫情來說 大部分都是年紀大的人 受害最深的話 那這個針藥的效果呢 就有些傷殼的餘地了 那至於你說 我們這個疫苗呢 有很大進展 那我們呢 就已經完成了第一個階段 可以進入第二個階段了 那這樣東西 那這件事是不是代表很鼓舞呢 就是說很大機會成功呢 那可以說呢 就說其實呢 數字上呢 就是好像這類這樣的研究呢 其實呢 就通過了第一個階段 差不多呢 就譬如說七成的 都可以經過第一階段 但是經過第二個階段 就已經急跌到三成多了 那所以呢 其實雖然我們很希望它真的會成功 那但是我們絕對呢 就要抱一個比較慎重的態度 去看這件事 就是mRNA疫苗呢 這件事呢 是我們從來都未曾試過用在人類身上的 那如果我們第一次研究這件事出來 就大規模用在人類身上呢 其實呢 我們未知的東西都相當之多 那因為呢 其實呢 冠狀病毒的疫苗呢 我們也都從來沒有過的 那所以呢 就如果這一隻的疫苗 研究成功 大量在人類身上使用的話呢 其實呢 基本上呢 是跨越了兩個醫學上的突破點 那一下子呢 就是做這麼大的改變的話呢 其實呢 中間會不會有些風險呢 我們其實是不知道的 那就算簡簡單單用傳統方法做的冠狀病毒疫苗 有沒有風險 我們現在其實都不能夠完全講得實的 那如果還是一種用全新方法做出來的話呢 其實呢 那風險呢 就成了二了 那你說 是不是真的有問題 我不敢說 一定有問題 但是呢 這件事呢 也是要謹慎處理的 好了 那大西洋的另一邊 在英國的牛津大後呢 他們呢 就嘗試做另一種疫苗 那這種疫苗呢 那這種疫苗呢 這個突破性就沒有那麼大 就比較簡單一點點 那它的做法呢 就將一些我們叫做腺病毒 叫做Adenovirus Adenovirus呢 就很普遍的 就是引起一些類似 就是輕微雙風感冒這樣的病毒 那大家 可能有小朋友都試過感染過這些 這樣的腺病毒 那它呢 就將這些腺病毒呢 就拿了出來呢 就把它呢 就整成 就是去了毒性 就是讓它呢 沒有辦法能夠在人體裡面感染 這樣就引起病 但是呢 就在它的遺傳物質裡面呢 就加了一部分的 製造這個病毒蛋白的遺傳物質 叫這個病毒呢 就製造一些S蛋白 就是說 冠狀病毒表面那些 一支支的蛋白出來 那麼 而將這隻這樣的 沒有毒性 而表面又有S蛋白的病毒呢 就將它製成疫苗打到人體那裡 那麼呢 令到人體呢 又產生了免疫反應 那這樣 那這一隻呢 就相對比較傳統一些了 它也是積極做著研究 那麼它那個人數呢 慢慢它都在增加著 好像說將會增加到一萬人左右 說到最後呢 最終 最終如果真的有這個疫苗出現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樣選擇呢 那麼大家其實聽完我講的話呢 都知道怎樣的研究呢 其實都是有限的人試過的 有一些我們不能夠預計的風險呢 可能就真的要幾十萬人去打過 我們才發覺的 毫無疑問呢 今次這個疫苗呢 將會在全世界可能數以億計的人 是去打的 那麼變了呢 就是那個風險呢 就真的要看清楚才行 這些疫苗呢 就很大機會呢 都在那些歐美的先進國家呢 就第一個去做出來先的 那麼因為它們的疫情呢 仍然相當緊要 那所以呢 他們就是爭分的疫苗在那裏做出來 那麼第一時間 它當然是照顧了自己的國民先了 那麼我們這邊能不能夠 盡快可以買到 可以給一些人打到 都成一個移民 我覺得呢 就既然我們有一些好的預防方法 譬如我們全民戴口罩啊 我們呢 就是追那些case 追得很好啊 那麼我們那個測試的那個數量呢 都已經越來越增多 那麼而這些方法呢 也都證明是有效的 那麼既然是這樣的時候呢 我覺得 起碼初期就算有疫苗的話呢 大家呢 可能都要維持一段時間呢 就做足這些措施 讓那個病呢 就不要在我們這裡傳開去 然後呢 就慢慢再決定選擇哪一種 就是我們要看出有個證據 證明它是安全的疫苗 才去打那種呢 其實是最理想的 那麼無論如何 我們都希望安全有效的疫苗呢 可以盡快做到出來 那麼令到這個疫情呢 最終可以終結的 那麼今天就講到這裡先 大家記住給LIKE啦 留言啦 以及訂閱我這個頻道 多謝大家先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